欢迎 超过40位师生来到普种刺激环保站 这一天要学习做环保 大部分的学生都是第一次踏入环保站 面对眼前的资源不知从何下手 经由志工解说 学生清楚明白后开始动起来 他们也很用心地提供这个叫做个人社会责任 这个科也融入大学课程里面 这样也期待说这样子多的话 往后毕业的大学生 比较一种社会责任感的一批年轻人 在校要扮演好学生角色 校外也要尽到社会责任 讲师用心良苦 安排学生参与夜间环保活动 他们社会大学生不只是躲在象牙塔里面 他们必须走出社会去接触群众 还有就是无视的付出 然后明白现在社会需要些什么 国家需要些什么 整个地球需要些什么 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制造垃圾 如果我们把这些垃圾 看成它不是垃圾 可能它是可以环保的东西的话 可以算是对地球做出一份贡献这样子 利用课余时间来体验 年轻人明白从细节就能够保护环境 让地球居住环境更好 其实也是你我她的一种责任 大约新闻珍珍美知公许国境几文字 马来西亚报道 靡教导 靡教导